When I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 fell wide awake cause I've got you on my mind I go walking out in the streets with the stars above me bruitsh i can't go back to sleep 嗨大家! 歡迎又回到我的一週 measurable time robe vlog 剛好這次的紀錄 從禮拜一開始 就就到這禮拜日這樣子 我今天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動 我要去WOW korea發布 他們五月新品的直播邀請我去跟他們一起試穿這樣子 內心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家的衣服 可是你們知道我之前有過一次直播 今天就是我自己因為去直播的關係 所以每一件衣服都試得到 那下場就是每一件你都會覺得很想要買 本來可能只看中一兩件 還可以忍心刪掉其他的 可是因為直播之後你就覺得 天啊這幾件怎麼都穿起來那麼好看 就會都很想買 結果反而沒賺到什麼錢就還要花錢這樣子 但我還是很期待去直播啦 就我自己覺得蠻好玩的 因為今天呢我很早就起來拍片 而且今天直播是在晚上八點 所以我的妝等於要撐整整十二個小時 再加上最近天氣又開始變很熱 我直播前要先跟Mindy一起吃飯 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害怕我到晚上我的妝會崩壞 今天定妝定的非常老 我不但用了蜜粉 我還噴了好幾次子孫秀的定妝噴霧 粉底呢我用的是SUKU這一罐 黑罐的粉霜 這罐說真的它的持妝力沒有很好 可是因為這罐粉霜是屬於 越夜越美麗的類型 就我帶妝一段時間之後會越來越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撐到晚上的 那因為這個持妝力不夠嘛 所以我上完粉霜 我就先噴了一次子孫秀的定妝噴霧 然後再上SUKU的這個蜜粉 我超級大量的上 我平常不會上這麼多量 但我今天上的量還蠻多的 上完蜜粉之後我又再噴了一次定妝噴霧 然後才繼續畫剩下的妝容這樣子 再來是我今天的眼影呢 我用的是新的東西 Etude 他們現在改名叫Etude 以前是Etude House嘛 婉轉色彩迷你眼彩盤 我的是01號 它這個是屬於中性色調的咖啡色系 那我今天也其實也不需要太突兀的眼妝 我今天想要就是妝容都溫溫和和 中性中性的這樣比較好搭配衣服 再來是我今天的腮紅用的是這個Lora Mercier的Ginger 我印象中我對他們的持久力沒有太印象深刻 但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還蠻提氣色的 那再來我今天的唇彩呢 我今天應該會帶這一支出門 這支是MINA的114號 這個是他們新出的這種磁吸式的唇膏 他們之前的唇膏呢我有的是唇釉 刺青唇釉這個 都是114號 MINA如果你想要入手第一支唇彩的顏色的話 最推薦的114號是他們家的招牌顏色 這支唇膏它塗上去的時候 就是那種潤的唇膏質地 一開始上上去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我覺得它最好看是你上上去之後 用衛生紙稍微抿掉或是把它暈染開 它就會有點附著在你的唇上 然後持久力就很好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是之前刺青唇釉的114號 刺青唇釉相對的持久力還是好一點點 欸不過這個兩個顏色不知道什麼 沒有很像欸 刺青唇釉看起來比較紅 這個顏色喔他們的唇釉 剛上上去的時候顏色會比較飽和 可是它在唇上一段時間收乾這個質地之後 會變得比較更深沉一點 所以其實上上去不會那麼飽和 這樣這兩個的差別 那刺青唇釉它的持久力更好了 只是刺青唇釉會顯得唇紋蠻明顯的 那這個唇膏我自己試了這幾天下來 我覺得比較不會有唇紋的問題 再來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帶來的視頻 這是我上一期VLOG裡面有跟你們分享過的 BIMS的這個珠珠彩色珠珠項鏈 好可愛唷這樣配 再來我的耳環今天也是帶綠色系的 跟我的這個外面這個背心洋裝有點呼應到 這個是蠻久以前在韓貨Effay買的 它是這種有點透視透視的綠色琥珀耳環 今天的穿搭 裡面這個透膚呢 歐根沙的襯衫是Effay的 AFAD 薄荷綠的背心洋裝 這個是淘寶的NATIVCO 鞋子是最近出場率很高的這一雙 這是之前TOLAKU連線的 好然後再來是包包 這個包包是第一次讓它露面 這個包包呢 是一個韓國Wconcept裡面的一個設計師品牌 我一點忘記叫什麼 它叫ACTT吧 那它裡面的容量也很大 應該是我手邊少數容量很大的包 你們看喔 這是一層 然後這是第二層 我平常東西沒有辦法裝到這麼多 很難得可以裝那麼多 我還帶一個鯊魚夾 因為感覺外面會很熱 我們先進去 在民生社區這邊的咖啡廳 明迪 這邊長得很溫馨 我點到胡蘿蔔蛋糕 我不敢吃胡蘿蔔 可是胡蘿蔔蛋糕我覺得很好吃 欸這也蠻好看的欸 胡蘿蕾蕾蕾 嗨大家 現在幾點應該可能七點半吧 等一下準備直播 然後我現在先換在這邊試他們的衣服 完美 我剛剛試超多套了 每一件都超美 請問你緊張嗎 我一回 那掰掰 掰掰 像Pitch他現在身上穿的是那個 我們這次的那個大寶藏牛仔褲 我覺得這次很推薦欸 因為他的扣子是隱藏扣 他沒有就是一個扣在外面 我感覺這個我們這次的蠻兒症 這是指送不賣的蠻兒症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二早上 昨天呢直播實在是太累了 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片段那樣 昨天大概是10點多一點直播結束 然後我11點多到家 不過我就還蠻好玩的 而且可以試穿到很多衣服 我就覺得試穿之後 嗯...有一點超出我想像 我本來會買的 和我後來實際穿的覺得蠻驚艷的 不太一樣的類型這樣 我今天要剪片 那我就只有上底妝和腮紅 眉毛 我今天的底妝用這個CAD的粉餅 我妝前保養有膚背味的米脆凍膜 所以我其實膚況覺得還蠻透亮的 我就不想要再蓋遮瑕或什麼的 我就想用個簡單的粉餅 這一塊 CAD CAD這一塊是在膚況還不錯的時候 上起來還蠻好看的 那如果今天膚況差的時候 可能上起來就不會那麼好看 所以今天膚況我就覺得還OK 我就上這一罐 那再來是今天的腮紅 今天的腮紅是用CADMAC的 這個05號的花瓣腮紅 這個顏色非常可愛 就是現在你們看到這種GG的顏色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暈染得很開 因為你們看我這裡 就有這個位置 我沒辦法把它暈染上去 因為我這裡昨天電棒燙到了 所以我現在這裡有個疤痕 可是我跟你們說 我有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我之前在某一次被電棒燙到的時候 我就去買這個玻璃酥的除霸凝膠 你們看這小小一條 這條要2000塊 我當時就是有一點很下心買它 說不行 因為必須是在臉上的東西 就必須買一個好一點的除霸凝膠 這個東西超級厲害 其實在我這個燙到之前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一直燙到 我上禮拜的時候額頭也燙到 可是現在額頭完全看不見 因為已經完全小了 才不到一個禮拜吧 那這個是我昨天燙到的 現在還有那種紅紅的感覺 每天燙的話我覺得大概四五天 這個疤就會掉了 所以順便記錄一下好 可能今天拍這支影片拍到最後 我這個疤就完全消失了 這是藥局就有賣了 可是我之前有分享過在我的IG線洞 就很多人很多人整個歪樓會說 那這個可不可以除痘疤 或是可不可以除之前的色素沉澱之類的 我跟你們說不行 你們不要這樣隨便亂用 這個就是for燙傷啊割傷啊刀傷那種 就是真正的傷口 痘痘的話你就是乖乖擦痘藥 或是擦那種美白精華 不要隨便亂用 但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樣電棒燙到的話 這個非常好用 那再來是我今天的唇 今天唇也還沒擦 因為我現在才好 擦給你們看 我今天用這個Dior All的引用什麼粉 一樣的唇膏 就是他們這個類似潤唇膏的系列 然後我用004號 我今天呢妝就很淡了嘛 就唇彩也擦個這種自然的感覺 粉橘粉橘的 再來我今天想要戴帽子 嘗試那種西外混休閒風 就正妝混休閒的穿搭 等一下給你們看全身 因為我上面是穿西外嘛 然後裡面我穿一個也是裝紅色的brow top 這個brow top呢我非常喜歡 我知道會跟你們分享的是哪一家的 一般brow top都是黑色白色 可是它這個顏色做得非常好看 是很好配衣服的 晚上的時候男友會來找我 他這兩天要來幫我刷油漆 刷我新工作室的油漆 所以這禮拜 這禮拜我覺得我好像還蠻忙的 很怕我的兩支影片沒辦法順利產出 今天的穿搭 這是MLB的帽子 然後西外是UNIQLO的 腰包是小CK的 再來我下半身搭配這個 我在淘寶買的棉褲 這棉褲我在開箱影片裡面跟你們分享過 好喜歡這件喔 腿看起來是直的 是有精神的棉褲欸我覺得 而且它這個縮口的位置 對於我的身高來說剛剛好 如果你再高一點可能會有一點點 太短了 不過我的158的身高是剛好的 鞋子的部分是餅乾鞋 一樣配紅色系的 全身的樣子 我自己覺得好像還不錯欸 這種正裝混搭休閒感覺 來逛特立屋 買一些明天刷油漆的工具 白色的 特白 玫瑰白 百合白 買好了油漆 買一些小東西 滾輪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的行程呢是 要去刷油漆 刷我樓下工作室的油漆 那我今天只有上個簡單的底妝 腮紅 我今天有用一個新東西是 SALON的遮瑕膏 他們出來新的遮瑕膏 其實我當初收到的時候 我單看這個外包裝覺得 而且還頗有質感的 我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我沒有非常喜歡他們的遮瑕 因為他沒有什麼很厲害的遮瑕力 那修飾肌膚的紋理效果好像也沒有很好 瑕疵再明顯一點的話好像也遮不太掉 我現在用第二次了 但我覺得我不會非常喜歡 可能之後拍影片會再拍一次給你們看 但這個我就真的沒有很愛 好然後再來我今天也是上粉餅 近期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我如果沒有要特別去太單活動 或是沒有要特別拍片的話 我就會用粉餅上妝就好了 那我今天用的是新收到的這個是 完美日記的粉餅 雨段柔霧遮瑕粉餅 我必須說光是這個粉餅的遮瑕度 都比SALON的遮瑕膏還要好耶 給你們看他裡面是長這樣 他的粉餅跟一般比較常見的薄薄的粉餅不太一樣 是蠻厚實的 蠻厚實的 然後會有一點點彈力的感覺 那我這一塊是01號 我覺得01號在我的臉上的顏色是ok 這一塊上起來的妝感非常非常汙衍 遮瑕力也很好 這邊上起來妝感是好看的 可是像鼻頭啊我覺得 這一塊上在鼻頭會有一點顯 鼻頭粉刺就會 這樣 一般人與人之間的角度看是覺得還好 可是我自己很近看會覺得 這個鼻頭的妝感沒有很好 因為我今天是用粉撲上妝 也許他改用粉餅上妝的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就會稍微輕薄一點 那再來是我今天的唇彩也用的是完美日記的這個名片唇釉 上一期的VLOG也出現過很多次他們的唇釉 那這個顏色因為是這幾天他們幫我補寄來的 之前說缺貨 我有點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顏色會缺貨 因為這個顏色好好看喔 是個乾燥的玫瑰色 又帶一點點塗色調 塗棕色調的玫瑰色 這是推開的樣子 一般我們這種淡妝 日常妝的話非常OK 非常適合 今天妝容報告完畢 今天穿搭水衣穿穿 我穿這個T恤 這個是蝦皮的 Rumi的 然後褲子是 2 gross korea的一個神褲 就穿起來還蠻舒服的 輕便 彈力很好 還有這一串拖鞋下去 好 等一下跟你們更新 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裡採光頗好的 今天的工具 現在1點半差不多刷完了 我現在換了一件衣服 就是剛剛也有稍微洗個澡 然後我們就出來吃飯 嗨大家今天是禮拜四 目前我工作室的油漆已經刷完了 那再下一步就是把一些舊的不要的家具要清理掉 然後我下一步應該會鋪地板 不確定我會不會有這種過程的影片 但是最後的Studio Tour應該是會有的 就大家如果有想看的話 今天其實是本來有個我很期待的活動 是Mini Matters的快閃電 但因為這幾天那個疫情突然變嚴重了嘛 所以他們的很多活動也都取消了 今天的上衣呢是一個這樣子 娃娃領襯衫 那這個長度大概到我肚臍下面一點而已 不算非常長 但是也不會短到會肉肚臍的程度 然後這件是來自一個韓國的網拍 叫From Beginning 再來是今天的項鍊呢是之前淘寶的 這兩個都是ZOLA Mini的這樣子 今天是直髮造型 然後最近真的好 我還沒報告我的妝容耶 整個忘記 最重要的沒講 我先來講我今天的底妝好了 先底妝用的是這一個 就是It Cosmetics的CC霜 這個呢我其實好久沒有用它 因為它有一點被我塞在櫃子的最深處 然後今天我不小心看到它就像什麼 我就想說 這個其實我之前還蠻喜歡的 但有一段時間沒用了 我就來用它 跟粉底的感覺不太一樣 它是很像一個有色的隔離霜 你就想成它是會讓你的皮膚變得更好一點 可是又像你原生皮膚 本來狀態就那麼好的感覺 那再來是我今天的眼影 今天眼影有用新的東西要跟你們分享 是這個ZOLON的 他們新出的這個 算是眼影夾彩盤 但我說真的齁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老掉牙 就是這種蜜桃色系 大地色系的感覺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有類似色的話 這個其實是可以Pass 再來是我今天的唇彩 今天唇彩是我一直都很愛用的這個 這是BBIA的霧面唇釉 34號和38號這兩個顏色疊差 這兩個顏色疊差非常好看 我好像有之前就出現過蠻多次了 但我再試一次給你們看 34號呢基本上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淡的粉橘色 這個顏色單差沒有很好看 因為它顏色太淡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可以疊個深一點的顏色 那我當時是一起買這個38號 顏色非常非常顯白 那它抹開的話就是會比較柔霧一點點 所以這兩個顏色我覺得混在一起很好看 單上這個有時候可能會覺得過深了 那這兩個混的話會比較適中一點點 就是我現在唇上的樣子 今天的穿搭 這個衬衫就剛剛跟你們說的 我覺得這次衬衫好可愛喔 娃娃領的感覺 而且這邊膨膨的 可是我覺得它因為在這邊有做一個肩線把它削在這裡 所以不會覺得你的肩膀真的這麼魁無 反而會覺得這個是袖子的膨 那再來褲子的話是穿之前有分享過的 這是Simple Retro的原色牛仔褲 有一點復古復古的感覺 那鞋子我穿Vedra的小白鞋 這樣子 包包是之前ORIV的韓國臉線 今天的樣子 嗨大家今天是禮拜五 看到這個場景的代表我剛剛又拍片了 既然都架了相機了就乾脆直接在這邊錄 我今天的底妝呢用的是這一罐 Dior的Forever Skin Glow光澤款的這個 我的色號是0N 比較有光澤感一點點 我今天上的量沒有太多 因為我個人覺得今天膚況還算還不錯 這樣然後跟你們更新一下 我前幾天燙到這個疤 大家覺得有沒有變消了 我個人覺得是 我覺得它已經有慢慢在恢復了 這是這個疤真的蠻大哥的 反正就是 看看記錄到禮拜日的情況怎麼樣 再拍給你們看 好 那再來我今天的眼影呢用個安全牌 今天用的是小凱老師的這個MARS火星盤 我今天用的顏色主要是棕色系 一二三這三個顏色 然後這個顏色打亮 那再來今天的唇殘上的跟昨天一樣 不過我今天是單擦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顏色的差異 今天擦起來顏色比較深 但我還是周圍有明開 但如果單擦這個的話顏色就是這麼的深這樣 這麼的深沉 今天的耳環帶比較小巧一點 這個 這個我覺得它的名字叫什麼 可頌耳環 因為它是胖胖的 很像一個可頌的形狀 這個是在蝦皮Antico買的 那再來是今天的項鍊 這個是在Beams買的 我在那個副井樹那邊 Beams的店 實體店買的 好可愛 這個配這種繽紛色系的穿搭很大 然後再來是我今天的上衣 這裡面是一件短T 這個在我的蝦皮開箱 就全身穿搭裡面有分享過 這個是蝦皮賣家 WOAX 這樣 那這個藍色背心呢是淘寶的NATIVE CODE 這樣配起來蠻可愛的 然後我今天想背一個可愛的這個 紫色小包 穿起來就是有點日系感覺 這套我蠻喜歡的這樣子搭配 所以說這種素色短T 其實不只是單穿 你搭配個這種背心 整個人會看起來很不一樣 整個人看起來很可愛 很日系感 上半身長這樣 然後我下半身搭一個淺藍色的牛仔褲 這種寬褲 這件寬褲已經有點久以前的了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件寬褲已經被穿到有點 太過於鬆垮 所以單穿我就沒有那麼好看 那搭配在這裡面我覺得還要行 那鞋子就是VEGRA的 這樣 今天這個穿搭很可愛 配個小包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六 欸為什麼要說大家好 講太習慣了 我今天呢 我目前已經換完妝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出門 今天有一個外景的拍攝 穿搭 然後我其實還蠻擔心的 因為畢竟外景 換衣服啊 和天氣變化 和環境變化 比較不能掌握 我先來講我今天的妝容好了 底妝 今天因為外面天氣非常熱 而且我又是要在外面戶外拍攝 所以一定是要用一個非常持妝的粉底 我今天的防曬是先用這個EDI的防曬 那我手還沒擦 我等一下可能在車上才要擦 那再來我的粉底用的是 植村秀這罐無極限 持妝的首選 我非常喜歡它 今天眼影用的是一個很上下的這種 bling bling的眼影 這盤 Unlisha的 我最近好像沒有什麼太多新的眼影 那我主要用的是裡面中間的顏色 就是它最閃的亮片色 這一個 疊在眼睛中央 你們看光是這樣子 遠遠看都感覺出來我的眼睛在發光 那再來是我今天的唇彩 我今天穿的擦擦是這個 MAC的絲肉粉霧唇釉 Mara cashmere 好那再來是今天的穿搭 暈染花朵上衣 這個是淘寶可可李小姐的 那外面這吊帶裙呢 是 這是一個日貨 他們的裙子 深黑色單寧布料的 會比較酷帥一點 可是因為它這個下擺其實是裙子的 類型 所以就又有一點綜合掉那種太酷帥的風格 那希望我今天拍攝順利 然後等一下如果有穿搭的話 就去外面再拍給你們看這樣 我們吃完的東西 剛剛我完全沒有拍到 今天拍攝成功了 我第一次帶這台相機出來了 他有沒有 欸我電腦沒電了 好差不多了 對 大家明天見 bye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日 我的一招vlog的最後一天 今天就是一個沒有洗頭 所以戴帽子的造型 那我今天沒有畫眼妝 就基本的底妝 腮紅唇彩 先跟你報告今天的妝容 今天底妝用的是我剛收到這個 HERA的氣墊粉餅 這一顆 這個我是看LORA推薦的 她很推薦這一顆 她說是屬於夏天的持妝型的氣墊粉餅 就算是出油也不會塗石也不會脫妝 反而會變奶油肌的那種類型 在臉上的服貼性也很好 我個人目前第一次用 初體驗還蠻喜歡的 當然還是要看她今天的持妝表現 那我用的色號是21號 我只有買一顆一蕊 因為通常氣墊粉餅我很難用完 加上我手邊的底妝很多 所以我只買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我今天的腮紅 今天腮紅是水手抓的這一顆 蠻久以前買的 這個是OPPU的紫色 粉紫色腮紅 色號是VL01 她雖然是偏紫色調一點 可是我覺得她不會有那種很奇怪的紫光 你們懂嗎 那再來我今天的唇彩上的是新的 這個系列 這個是正的泰國品牌之恩 他們的一個水光磁色染唇露 然後呢我選了一個我最有興趣的顏色 就我現在嘴巴上這一個 這個是08號 顏色很棕很帶橘感 如果你喜歡這種顏色的話 它這一個是上上去也能夠呈現那種棕色感的 摔在手上感覺會偏橘一點 但上在唇上的時候會跟你原本的唇色結合 所以實際上上唇是長這個樣子 我今天應該會待在我的工作室刷油漆 我的牆壁已經刷好了 我是想要改造一下衣櫃 所以要刷衣櫃 之前買的油漆已經沒有了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的衣服呢 比較隨意穿一點 先給你們看上半身 上半身這個是bra top 裝紅色bra top 然後我外面配了一個皮衣皮外套 這個雖然是不會很厚啦我覺得 遮陽啊或是如果我等一下會 進冷氣房的話我就覺得剛剛好這樣子 今天穿的皮衣是more korea的 之前好像有分享過 然後褲子蠻久以前的 是一個韓國的品牌chuu 再來鞋子間隨意穿 這個是叫什麼 是abc的hawkins 就是一個後底拖鞋這樣子 那這次的一週vlog就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